或許因為星月同行是都市怪堂遊戲 它裡面的敵人設計大多都挺抽象的 比如這個會噴味霜的橙子 試圖用橙子種解敵人 就一點傷害都沒有 又比如這個移動直動的大象滑梯 他將自己想像成壓垮西西不適的避石 日不一日懲罰王滑梯的孩子 又比如這幾個裝著課本的冰箱 覺得冰冷的身區內裝滿了知識的火種 想要對世界發表一些看法 有的冰箱直接自爆了 表達出冰箱的心也是熱的 不過這些也沒什麼 我們主角出生地是一座空間站 他喜歡放垃圾 有一輛穿梭都市裝有的超實體列車 車上有一位喜歡機械的朋友 一位看起來很愛旅遊的女性朋友 好在這些並不重要 雖然有的角色看起來很容易出發恐怖股效應 但看久了還挺好看的